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婆的肉都会弃我 所以那个不是大事情 我的脸都是摆着 反正我就是都不要跟他们家人说话 我那时候是真的很去 去 一个人去 全家人 我就背那三楼月了 看到了 我感觉我人生 就这样嫁到一个不老实的人 我是不是这样 都没这么烦恼 我感觉那时候好像活在地狱中 没办法快乐 直到认识慈季之后 才慢慢的一直转过来 然后去做环保的时候 这个当下 觉得很高兴 就很奇怪 去做做那个心中 好像没有那些烦恼了 要去分類那段 味道真的很重 于是在那个又脏又乱又臭的 那个当下 是听到丧人说 那是白人的福 我们是在摆白人的福 叫白人的福 起来 到了这个环保障 完全不一样 就是放下那些执着 人家说 可以来做环保 是企囊子 不是企囊子 我现在 以实际以上人的话 唯一归 我的心灵上 有一个非常好的寄托 让我有付出的机会 让我觉得人生有这个价值 就会一 beds 我们再说 跟着 有 突然